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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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61个 大概是1分之1 再来我们看到有个人投资者有50个 然后有18个 然后有一些金融机构 还有一些政府还有一些国家的主权基金等等 右边的话我们就是针对每一个投资者的类别 去做一些范例 那我们这边会看到一个Trux 还有一个AutoTek Ventures 那这两家其实是针对自家车 或是一些交通相关的领域 或是公司去做投资的 然后这个Copnet Ventures 它主要是投资在一些人 人工 委会 神经网络公司 上面我们是来自不同区域或者国家公司 包括了腾讯 Intel Samsung 和代学 Dad Moore 和 Toyota роз 右边的话是一些金融机构 主要是一些保险公司 还有一些金融服务公司 下面还有一些 Accelerator 政府单位 此后 几个我 typical 向下 不同投资者 他们可能投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取向 就像VC跟PE的话 他们可能在投机的时候 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投机的回报 但是企业跟企业VC 他们投机的时候 当然他们都会注重他们的回报 但是他们可能注重的 比较注重的是他们的 他们投机标的一些产品技术 甚至是他的人才 所以他们的投机方法 还有模式是有点不同的 如果一个固执方 那个进创公司要做一个募资的时候 你针对不同投资者 去做一些不同的策略 或是准备一些不同的材料 相信这个募资的成功率会相对的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哪个投资者的分部 那这边我们是先把哪个个人的投资者拿走 所以309个减去50个以后 剩259个 那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投资者 像瑞士比较多的有129个 然后将近一半 再来就是中国有59个 这大概有23% 然后再来就是英国有12个大概5% 那其他相对比较多的是日本跟香港 大概有6到10个的投资者 那其他的投资者分部数量比较少 比较分散有欧洲区的有一些 然后东南亚的有一些 然后有澳洲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哪些交易的一些数据 那其实刚刚36家公司的122比交易 也是来自于15个国家的一些公司 那其中36家公司里面有21家是来自于美国 然后有9家是来自于中国 那以交易数量来说的话 有66比是来自于美国 然后有30比是来自于中国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如果以平均的交易金额来看的话 投资在中国公司的平均交易金额 是到2亿3千万 投资在美国公司的话 只有大概7500万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投资者是主要在美国 投资标的在美国 交易在美国 但是价钱上对比较高的是是中国的公司里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 这个投资者的一些投资的行为 那下面的话是这个他们投资的数量 左边的话是他们正对几家不同的公司去做投资 那如果一家公司他投资了6次 然后投资在6家不同公司的话 像这个Plug & Plan一样 他会在几条线上面 那在几条线上面的意思就是 他的投资是比较分散的 所以就是他投资的数量 跟他投资在不同公司的数量 是乘一个占比的1比1的占比 那如果他投资了很多次 然后也是在同一个公司的话 他会在几条线上面 那是代表就是他的投资是相对比较集中的 那在这个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情况 就是第一个就是309个投资者里面 然后216个也是在只有投资一次而已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Push的话是投资了10次 然后在三家不同的公司 然后Push的话是7次 然后也是在三家不同公司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 上面这些公司我们也是把他们分类为一些BZ或是PE的 那Push跟Qualcomm的话 我们是把他们分类为一些企业或是企业的BZ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企业的话 他们其实投资是比较集中的 对是比较集中的 然后一些BZ PE的话 他们是相对比较分散 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些企业 他们为什么会比较集中呢 因为他投资一些公司上面的时候 他会可能是针对哪个公司的产品技术 或是人才 所以他们会针对几家公司去做很多的投资 那因为PC跟PE他们的投资取向是不同的 他们可能是从一个财务的角度去看 所以AI的测用AI这一块 可能在他们来说只是他们的投资组合里面的其中一块而已 所以他们要做一些分散投资的行为 所以变得他们的投资是相对分散的 右上角一个图的话 我们一看到 捷克轴的话是一个累积的白分比 下面的话是一个平均 就是投资者针对一个公司的平均投资数量 所以说如果一个投资者是投资了四季 然后投资在两家不同公司的话 他的对每一家平均的投资数量是两次 那其实我们可以这边看到的话 就是超过九成的投资者 对一家公司投资是少于两次的 超过九成的投资者是少于两次的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说 如果作为一个新创公司 你有机会去募集的话 你要把握哪些机会 因为可能没有第二次 左边的话我们是想看一下 到底投资者 是在什么时候进入这个领域去投资的 那我们先初步把这个投资的阶段 分为四个阶段 就是总体前的阶段 总体阶段 前期的VC阶段 还有后期的VC阶段 那在我们调查范围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公司 在总体前的阶段 也是从Accelerator里面取得医护基金 然后在总体阶段的时候 开始看到有不同种类的投资者进来 一直到前期的VC阶段 还有后期的VC阶段 另外一点我们观察到的是 企业跟企业的VC 还有一些金融机构 其实从总体阶段进来以后 它越往后期的话 它的参与度会相对越来越高 那这个情况其实因为一个公司 当它往后期的时候 它产品跟技术相对比较强熟了 所以投资在哪个公司上面的 风险相对会比较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在后期的时候 他们这个企业跟金融机构的话 是比较愿意投入进来的 中间的话我们可以分享看一下 到底上中下游是哪一个板块会比较吸引到投资者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游跟下游的那个加益数量是相同的 然后是上游相对比较少 以投资者数量来说的话 中游是相对比较多 然后再来是下游 上游也是比较少的 在这边的图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投资者也是比较会在这个前期的VC阶段去投入 然后另外一个状况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你越往这个投资阶段的后面走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物资 他的那个物资交易金额是相对比较高的 然后如果你在产业链上面越往下走的话 那个交易金额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简块其实是一位例外 但是当然也没有差很多 接下来我们会针对一些国际厂商 看一下到底他们是怎样在这个领域里面投入的 刚才有提到就是Intel 他在2015年开始有做一些并购活动 然后他也有透过他的VC Intel Capital去做一些投资 然后他在2016年的时候 这是有跟Wooi还有BMW 成立了一个联盟 然后慢慢的把其他公司拉进来 他们的联盟里面 那其实他们整个合作模式是蛮完整的 因为Intel跟Wooi可以他们去做运算的一端 然后BMW跟Chrysler都会做 Engineering跟Technical Resources的部分 然后Continental跟Delphi还有Magnet 都会做一些硬体还有系统的整合 那其实Intel除了做投资并购 投资并购还有一些策略联盟以外 他还有在市场上找一些相关的比较有经验的人进去 他们公司 今年的四月的时候 然后Jim Keller他本来是Tesla的AutoPilot的一个主管 他离开了Tesla以后就有加入到Intel 那他以前的背景还有在Apple还有AMD带过 那其实在这个Jim Keller以前 就是在前几个月以前有另外一个也是从AMD的员工也是跳场 这是跳过去Intel那边的 所以就是可能Intel比较习惯要AMD背景的一些人材 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莫波埃的一个产品的发展 那我们试看一下它iQ的产品的系列 那整个系列在我们产品结构里面是属于SOC的阶段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从2008年第一代的iQ-1到2010年第二代的iQ-2 它主要是做一些辅助驾驶 然后到2014年的iQ-3开始 它开始会做到一些无人车的第二等级的一个长度 然后他们预计在2020年的iQ-5 可以做到第四或是第五等的这个无人驾驶 总结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iQ-2开始的 它的Performance是0.026的Train Operations Percented 到iQ-3是0.256 两代之间它的那个功效有个十倍的差距 然后从iQ-3到iQ-4也是有一个差不多十倍的差距 一直到iQ-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产品的引进主要是注重在 那个产品的效能 而它的那个Pow-Consumption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判斗的 再来我们看一下Bosch在这个领域的投资的模式 那它主要是靠跟戴鲁勒的合作去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的 那其实Bosch的话我们可以对应到刚刚Intel他们的联盟 联盟里面的Continental 或是那个等等 然后戴鲁勒的话就是他们刚刚的BMW或是Chryster 那我们只要看的话它好像却了一块就是晶片哪一块 但是其实我们刚刚在产业内里面有提到就是Bosch跟戴鲁勒他们个别都有跟NVIDIA去合作 所以其实他们晶片哪一块也是在的 所以这块其实也是蛮完整的 那Bosch的话主要是做一些硬碟还有软体 然后戴鲁勒的话主要是做车还有一些系统的整合 Bosch的话它有投资在Provacy还有Graphcore还有AirModern里面 那Graphcore也是做晶片的 然后戴鲁勒的话它主要是投资在Moment上面 那他们的计划是打算在未来几个月里面 就是测试这个无人的计程车 那现在看一下福特的情况 那福特是我们解析电源范围里面 壮丽布局相对比较比较多的公司 那它从2016年开始有做几个投资聘购的行为 在2016年投资了几个SEPS 然后在2017年投资了Argo AI 然后在今年的3月的时候 它跟其他15个投资者有投资者跟LIFT的公司 然后他们的计划是在2021年的时候 去生产这些上用的无人车 然后可以做招车服务 还有一些送肩的服务 那其实他们已经跟Postmates 还有Dominos Pizza去做一些合作 所以以后如果我们去叫这个外送Pizza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无人车坐在你家楼上 那旁边的话我们是想要做一些对应 就是在他们的专利数量 还有他们的营造去做一些对应 那我们解释的调源范围主要是美国跟中国 那里面看到了一些英国跟德国 还有墨西哥的一些专利 我们是把美国跟中国的专利的专利家族抓回来 然后把它看一下 到底它是在哪些国家有做整个专利的布局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布局比较多的还是以美国为主 然后这是英国跟德国 然后再来这是中国 那以他们去年的营收为例的话 他们去年营收最多的是美国 然后是中国 然后是英国 所以他们在几三个国家去做一些专利布局 是蛮合理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Toyota 那Toyota在2015年的时候 它设立了这个Toyota Research Institute 那它主要是加强他们在 呃人工智慧 还有机器人 还有机车车的一些 呃研发 在2017年的时候 这个TLI有设立了一个1亿美金的基金 去对一些信创公司去做一些投资 然后下面的话 这是在几一年多以来 都是它有投资的一些公司 主要还是在北美区还有欧洲区 那他们近年的10月的时候 他们会在美区肯那边去做一些测试 这是一些比较不好在公路上做的测试 那他们计划是在2020年 或是前期 2021年的那段时间 就把他们的系统可以上路 就先从这个高速公路开始 然后再退到市区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哦 Toyota除了在投资以外 他们还有跟很多学校去做合作 包括他们有跟美区肯去做一些 安全驾驶或是机车车的一些研发 然后有跟Stanford去做一些原地互动的研发 还有跟MIT做一些 也是机车车的研发 那Toyota在我们解析电源方面里面 它有五件专利 其中两件也是跟一些学研大会有共同持有的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Toyota是比较喜欢跟学校合作 那注意下几个部分的小街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2010年后 就是呃工智慧还有计价车这两个领域 也有一个呃蛮明显的增长 然后越来越多投资在不同区域的公司 然后呃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75%的那个投资者 也是选择在前期的VC阶段投入的 那不管他们是合作研发还是技术开发 投资也是他们作为他们发展策略基因 那以下做一下今天的总结 那几个部分是有刚刚有提到的 那产业的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 不管是上众下游 他们也会通过投资订购还有合作 去去发展这几个领域去投入 然后在切用呃计料标签的技术 还有供应商的计料上面 我们是呃发现这个公开计料 来说的话是在亚洲去哪 哪一块是比较少的 至于在专利节快的话 我们看到呃还是比较多的呃 专利申请人会选美国作为他们的 部署的区域基因 然后呃大部分的专利就是以美国 还有中国为例的话 就是呃大部分的专利还是会以这个 AI 影像辨识的方法作为他们的保护课题 那至于就是呃神经网络 跟呃训练方法的技术组合的话 主要是以这个CNN搭配这个 这个见读式学习 呃作为他们的技术组合 那做一下今天的建议 呃其实我们这份呃报告 最主要是想解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要不要投入在 这个领域里面 呃如果呃就是这个领域还有没有机会 第二个问题就是呃如果我们要投入的话 我们到底要从哪一个区块去切入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 那第五个问题就是呃我们到底要不要投入 还还有没有机会 那刚刚我们从报告里面看到 这是很多研究报告 也也会对这个领域的一个蛮乐观的看法 然后呃在2025年他们的预测的产值 也是在100亿美金以上 在100亿美金以上 然后我们刚刚也从讨计并购讯息也看到 总2010年开始呃两个员工智会 还有机车车两个领域 要一个很明显的增长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些啊 新闻的事件 就是说啊现在产品技术距离这个无人驾驶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如果你有产品或者有一些技术方案 可以解决现在市面上的一些问题的话 其实机会是在的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呃我们应该从哪一个板块 去切入那这个问题可能比较难会难去回答 因为从哪一个板块去切入的话 可能还要考虑到公司本身的机缘产品 技术商业模式等等 然后但是如果我们从AI的角度去看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如果从晶片哪一块去看 可能说一些 general晶片的话可能那个难度会有点高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已经有一些大厂投入 在里面的 但是如果说是一些特定应用的特技化的晶片的话 哪边的机会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另外一块我们要可以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这个在地化纪料的部分 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一些欧洲的车厂 他们如果要进来台湾的话 他们也会需要一些在地化的纪料 去训练他们的系统或是机载车 所以简快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那如果我们已经决定了进入这个板块 就是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刚刚看到就是有很多国际厂商 通过不同的方法的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 包括intel他会在市场上找一些相关的人才 然后他会跟其他厂商去建立一些联盟 然后Bosch的话他也会找一些厂商去合作 然后还有Toyota他会找一些学校去合作 然后福特的话他会自己去布很多国家的专利 但是他们共同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都有在这个领域去做一些投资 所以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应该有看到就是有75%的投资者 也会选择在这个前期的投资前期的PC阶段去投入 那如果我是一个新串公司 我的研发还不知道有多久才可以有这个成果出来的话 那到底我现在可以做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研发要多久 那可能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做一个专利分析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从专利分析的哪边可以看出来 就是现在市场上到底技术 哪些地方已经是有人在投入了 那我们可以避开哪些地方 避免这个重复投入 然后可以省去那个基源的损耗 再来就是我们在如果决定去做这个专利布局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就是我们要在哪些国家去做这个专利布局 那因为我们考虑到AI还有软体的一些特性 就是它有这个迭代的问题 那我们可能在申请的时候 因为申请专利从申请到公开也需要18个月 那会不会你在18个月里面你的专利 你的技术已经可能被迭代了 那技术如果是这样的话 专利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方法 那所以我们在考虑专利布局的时候 我们要做从多方面去考量 然后还要随时去做这个动态的调整 这样才可以在这个专利上面 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益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报告 那在我们这个研究报告的开始的时候 江峰大学的郭教授还有ERTC的专家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那我在这边代表我们团队感谢他们 那希望今天的报告可以为大家在选题上面 或是给到大家一个方向 可以利用这份报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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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